看看新闻榜 就是往他的前夫身上 贴这个变心男的标签 对 这也是我们媒体干的 就是糟心的事 因为那时候老师 抱他和唐一飞的那个新闻 然后总是被拍到 然后就果然 最后他们还真在一起了 可是我觉得就是 夫妻这件事 你只有两个人知道吧 对不对 对 可是如果真的 只有两个人知道 咱们在这就没得说了嘛 所以又跳出了第三个人 这两天娱乐圈 一个著名的圈内爆料人 聚春雷突然跳出来 为磷酵素抱不平 他揭露三年前的那场婚变 其实是因为姚晨出轨成瘾 最终才让磷酵素 忍无可忍决定分手 这就是事情 一下子就大逆转了 成瘾这个词 其实已经用得很重了 对 因为就是 一次两次 三次四次 现在当事人还没有 就是姚晨这边 没有做出过什么回应 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真相 我只是想说 现在毕竟也是孩子的妈了 如果过去那个瘾是真的 现在也该戒掉了吧 春雷是谁 娱乐圈著名的爆料人 曾在微博中 爆料女星白静因婚外恋 才导致丈夫怒起杀心 酿成家庭惨剧 随后 居春雷 减入白静名誉权官司一案 沉浸了整整两年 不过如今 居春雷再度出手 没想到直指眼下当红的 一线女星姚晨 任何时候她都委屈了 这么多年背负了 这个恶名了这么多年 然后到今天 谁都 她身边的人都知道 可是没有人 会去为这段事情 再给她一个 这个盖棺定令 存心的一个说法 据春雷口中的这段冤案 是姚晨与林霄素的离婚事件 冤大头不是别人 正是此前姚晨的前夫 林霄素 据春雷称 在某次聚会后 林霄素对她久后吐真言 坦诚与姚晨离婚是迫不得已 只因姚晨在这段婚姻里 前后四次出轨 而且指名道姓地 讲出了姚晨的出轨对象 第一次出轨 时间2001年至2003年 对象男演员果敬林 爆料长文中写到2001年 姚晨接拍了自己第一部电视剧 神边 这部作品是林霄素身为导演的妈妈 为准儿媳牵线搭桥的 就是在拍这部戏时 林霄素的未婚妻姚晨第一次出轨了 对象是剧中男演员果敬林 您再多加点吧 您再朝着 这也是正经八百的阳部 2003年姚晨好友宁财神的 开山之作《都市男女》 在上海拍摄 姚晨饰演剧中公司前台 果敬林经常飞去上海 跟姚晨优惠 全是林霄素妈妈的朋友 包括里面的演员 都是 她就跟胆大 然后杀青之后 没跟家里说杀青了 跟果敬林去杭州玩两片 按照剧春雷的说法 姚晨主动承认了这次出轨 林霄素选择原谅 并且于2004年蜡月29 和姚晨登记结婚 那时候的林霄素决定 现任姚晨不会再有下次 第二次出轨 时间2004年 出轨对象导演周小刚 我们嫂子她大哥来了 所以咱哥和咱嫂子 要出去办点事 婚后没多久 姚晨参加往前窝后的拍摄 突然某天 姚晨主动表示 自己在拍摄时 跟房间屋后的导演之一 周小刚在一起了 周小刚经常主动 送各种好吃的去探班 并先后五六次 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 与姚晨优惠 最后林霄素人无可忍 大光起火 姚晨才断了 和周小刚的联系 第三次出轨 时间2007年 出轨对象 演员青红雷 要说前两位默默无闻 孙红雷可是响当当了 我给你的信息写清楚了 是这个时间我没完呢 废话 我又不识字 小五子给我念了一遍 我才能记得去 爆料长文中称 姚晨主动向林霄素承认 在拍摄前复期间 姚晨主动向孙红雷献音琴 却没有得到回应 可不久后 林霄素西安的一个朋友 在请孙红雷参加的商业活动时 看到了与孙红雷在一起的姚晨 而此次活动并没有邀请姚晨 爆料人称 此时的林霄素心灰意冷 从失望变成了绝望 向姚晨提出离婚 但姚晨拼命挽回 虽然当时婚没离成 但这段婚姻已经名存实亡 第四次出轨 时间2010年 出轨对象 摄影师曹玉 第四次也就是压到姚晨 和林霄素婚姻的 最后一根稻草 是在林霄素拍摄 回家的诱惑时 爆料称 姚晨来剧组探班 林霄素无一中听到 他与其他男人暧昧的通话 质问下姚晨承认 和爱出色的摄影师曹玉 已经在一起两个月 林霄素听后暴怒 两人大吵不欢而散 我也看姚晨之前的一些采访 他什么儿子过生日还蛮有 我忘了 他也说 现在有小土豆了 我老公不会再被拐走了 你说你这不无聊吗 婚内出轨多打四次 聚春雷的爆料如果属实 对当下红的发子的姚晨而言 无一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姚晨所有的温婉善良形象 也将被彻底摧毁 目前爆料人聚春雷表示 自己愿意为爆料 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法律不光是保护名人 不是不光保护这些有钱人 有权人的 也保护我们老百姓的 那我当然希望对播公堂了 以后新来的综合报道